市長 昨天怎麼會對林苡萌這麼生氣 這樣啦 議員還是有領國家的薪水 你要監督市政 批評市政 要怎樣 這我們當然尊重 但是喔 你問我那個民防 民防大隊也沒有發槍 做什麼軍事訓練 題目都搞不清楚 就在亂發言 做不了這種人 我覺得是這樣啦 你有準備 要來問 我們就很嚴肅 就很認真地去處理市政 他也不準備功課 看擺明就是來 難怪 我都叫他要不要簽那個 絕股詐領助理會的老任助 那我問一下喔 就是你會堅決不向中國投降嗎 我們當然不會隨便投降 萬一都投降 你不會隨便投降 我的意思是 你有機會投降 不是啦 我跟你講 我們要跟他外公 你是沒有其他題目可以問是不是 因為我現在想要問這一題是因為 昨天 我不知道市長有沒有看新聞 昨天這個陳南天主席 你也知道他是誰 你也認識他 以及我們的台灣長老教會有開一個記者會 這個記者會就是希望今年2022年要選縣市首長 以及市議員等等這些代表的候選人 要簽署一個不投降 不向中國投降的承諾書 市長 我跟你講喔 你今年喔 你要講什麼 我跟你講喔 常常是這樣喔 抗中寶臺要玩真的 以我當台北市長 我跟你講 我們那個萬安演習這樣可以嗎 我們對戰爭有準備嗎 那你有準備民防系統嗎 這個就是我們台北市的職權喔 其實我跟你講 我是最認真在準備 那你有去民防系統的餐會嗎 我跟你講喔 他們有做實彈的射擊演練嗎 不是啦 我跟你講喔 我常常說你們這些沒有當過兵的 我就是問你 民防系統是你市長在管的 那他們有做這些訓練嗎 在你任內有嗎 還是都是在餐具 都在吃喝 我跟你講喔 我們已經在準備整個台北市的動員系統 對啊 所以我就先問一個最基本的民防系統 很快 我會跟大家講說 我們在三合一 很快 你都要卸任了很快 我跟你講喔 還在準備 因為9月28號第一次戰爭會報你知道嗎 對 那我就問柯市長任內嘛 我們到底有沒有對民防系統做訓練過 沒有對不對 沒有 我跟你講喔 沒有嘛 對不對 沒有 沒有 好 市長 我們就是確定就是沒有 因為民防並沒有配發槍之所以我們當然沒有 沒有 我說的是訓練 不一定要真的實彈射擊 還是有做很多可以軍事訓練啊 但是就是沒有嘛 對不對 就是沒有 這是確定就是沒有 因為我們都會去跑民防的活動 民防的訓練課程是由中央他們來規劃 但是民防就是市長在管的啊 我們總是要有一些積極的作為 但實際上並沒有發生啊 你是要我開始訓練軍隊當軍法是不是 軍法 你在說曹青城 董事長嗎 我跟你講小朋友 不要問那很無聊的題目好不好 我現在就是在問我們台北市民防系統啊 我為什麼要這樣子 來來來來來 我跟市長講一下喔 國家有民防動員的那個計畫嗎 來 我跟市長講一下喔 這個承諾書裡面就特別有講到民防系統喔 要完善在地民防的體系喔 那我相信市長你剛剛也講了這個頭頭是道 覺得說應該要加強 你也認同你也絕對不會投降 所以我相信這個承諾書你一定是可以簽的嘛 所以我今天就邀請你要來簽 裡面呢希望你跟我一起說喔 就是說你絕不以言論行動或其他方式鼓吹宣傳遊說 或支持任何有關投降不抵抗 或台灣應與敵人和談之論調 市長你是不是可以簽署 我現在就上台跟你簽署 好啦我可以跟你講 我根本不想敵你啊 不行這個是陳南編主席 那個是你的誰 是你的誰 是我們台灣的民意組織啊 希望市長可以簽署 你沒有資格上來下去 我沒有資格上來 所以市長你不簽署是不是 我根本不想敵你 這個不是我發指的 市政再來 市長你不願意簽署 好的謝謝你喔